8日上午,高雄市议会议长许昆元灵堂开放调研 一早韩国瑜率领高雄市政府局处负责人前往祭拜 蓝绿市议员也纷纷前往致议 许昆元夫人站在一旁打理,整个人贪软 韩国瑜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给予安慰 高雄市副议长陆舒美也带领国民党同仁前往上乡致议 代表家属致血,并谴责民进党 他说台湾社会因特定的政党计划 已经没有是非正义了,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因此对于民进党失业民心,造成社会动弹不安的作法 我们表达最严厉的谴责 对于许昆元离世,同党同志均表示悼念 许议长只有62岁的壮年 议会凡是有利于市民跟建设的 用最大的努力来支持 让我市政能够顺利封过 他讲情重义,而且对国民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而在许昆元身亡后不久,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脸书发文调侃称,吓死人,是有毒很大吗 民进党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则写下 力挺韩国瑜以及议长坠楼身亡 绿营政客如此冷血发文,引发岛内各界痛批 国民党近民旦许舒华在脸书发文怒称 绿色是没人性的颜色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 本周三他邀请所有的中常委与党务主管 一起前往许昆元领前致意 江启臣为许昆元之死被消费,痛骂蔡英文 据报道,冷血发文的民进党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在许昆元身亡当晚,转发梁文杰脸书贴文 虽然他立刻删除并致歉,不过还是没能平息怒气 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詹江村号召寒粉 8日下午去王浩宇服务处集会 让台湾警方绷紧神经,一早就来摆铁栅栏,派人站岗 王浩宇也紧急宣布当天服务处暂时关闭